好我们第一阶段会学到什么程度 凡人歌 我等一下做一个演示 对照这个纸看 会有点呆呆的 我先示范一下 是这样的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终于奔波苦 一刻不得现 是不是有点呆呆 因为它有点太工整 而且有点太慢了 但是我们万丈高楼 平地起 都要先从简单的开始 然后慢慢的再往下加 比如说第二阶段 你可以把这个频率 乘以两倍 变成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终于奔波苦 就变得比较密 比较 不会那么呆 比较丰富 当然你在下一阶段 可以更丰富 就是说更自由 比如说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终于奔波苦 你格不格险 G 好 那我来讲一下 这个怎么看 这个歌词上面写的字 就是和弦 和弦的图我画在这里了 那我那个 AM A minor 写在我的上面 而C写在人的上面 我不是故意乱写的 它就代表 你唱到那个字的时候 就要换 比如说A minor 第一个字 你我皆凡人的你 我就要弹A minor 到了人世间的人 我就要换成C和弦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这样换的 你我皆凡人 神在 记得吗 人 人 世界 好 所以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相信你很聪明 这样听就懂了 好 在下面这个图怎么看 这个图其实是核心图 空白的那个圈圈 叫做更音 我们称为R R就是root 更音的意思 然后我红色这个字 讲到说 我们第一阶段要弹的是 R323 就是讲右手的弦的名字 R跟音 比如说A minor和弦 虽然五弦没有按 但是它却是跟音 R323 R是用拇指 而123弦 你可以用这三只手指 或者我比较偷懒 我是用这两只手指 就是说我的中指 负责下面两根弦 大概这样就讲完了 我们先把这个 作为第一阶段的功课 然后来把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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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弹唱 试试看 搞定第一个版本